记者陈文禅高雄报道,中油高雄陵园厂今晚再度出包,一缺起低塔因压力高释放燃烧,造成烧大火焰现象,环保局认定中油唯一规定使用燃烧塔,且已是今年第五次出包,违规情节重大将撞罚100万元,明将入厂深入稽查,进一步了解是否发生故障。 中油桃园炼油厂日前金船爆炸,高雄大林及林园厂同样状况不断,三年多来出交185次,市府环保局开罚2745万元,且二厂合计今年以六度违规认定情节重大,强制董事长代签最快本月底到市府上课,成为台湾首次因环境污染强制国营事业董事长上课案例。 不料中油林园厂今晚再度出包,亦缺起低塔因压力高释放燃烧,造成烧大火焰现象,整个过程约5至10分钟。 环保局深夜据报入场机查,认定中油唯一规定使用燃烧塔,且已是林园厂今年第五次出包,认定违规情节重大,将依法重罚100万元,累计开罚达230万元。 有民众今晚路过双元大桥木集中油林园厂冒火,当场拍下壮观照片,与脸书林园543PON又在放火了,引发网友热烈讨论。 有人笑称是花丹吗? 还有网友戏称中油知道林园厂今套冷,燃烧熊熊烈火让大家取暖。